你接著又誰要點亮我們今晚的星光紅毯呢 好 這一位呢 現場應該又會尖叫聲連連喔 歡迎六魄六魯的好搭檔 Lulu 陳漢典 還有綜藝大熱門的製作團隊 哇塞 Lulu 今年真的好辣 綜藝大熱門以豐富多元的主題形式 二度入圍綜藝節目獎 而已經搭檔七年的Lulu跟漢典 今年是第三次攜手挑戰 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希望不只是入圍還能夠進一步 把獎座帶回家 尤其是Lulu 哇塞 這一次買了雙保險 聖靈之王也入圍了同一個獎項 感覺是勢在必得 也預祝大熱門金鐘場 絕對不會讓大家失望 一起來喊個口號要不要 綜藝大熱門 阿彌陀 應該有感覺了 Lulu這次雙入圍 但是也變成自己打自己的局面 聖靈之王跟綜藝大熱門 手心手背都是肉 有沒有比較希望哪一個節目拿獎呢 套一句剛剛誠哥說的 最大的敵人就是我自己 怎麼看 馬上誤梗 馬上誤梗 對 沒有我覺得 兩個節目任何一個的 我都覺得很開心 也是謝謝評審對我的肯定 很開心 但是在這個時候應該是說綜藝大熱門 我就站在你旁邊 我就是又怕你又拖累我們 不要這樣講 不要這樣講 但聽說入圍名單公布的時候 汗點其實有默默的枯萎 你那時候在枯萎的時候 是內心有什麼畫面浮上心頭嗎 對 就是因為剛好也失戀 不是啦 不要亂講 就覺得說因為 因為終於又被看見 因為我們主持這麼久的時間了 他是性情中人 性情中人 那我有時候開車的時候 在自己的空間 我就會比較感性一點 對 那是入圍的時候 你們有馬上傳簡訊給對方嗎 好像沒有 能不要聯絡就盡量不要聯絡 沒有聯絡 對 那我們想要問一下 LuLu因為今年的綜藝節目主持人 講的跟師傅交割 從師徒變成了對手 那時候你在接受訪問講了一句 請他借過 對 來有沒有更難聽的話 要在這邊講一下 沒有 我就要用我的八豆田 那首歌來唱 不好意思 焦哥 笑過一個 哈 金鐘獎在哪裡 哇 這是唯一一個我們沒有Cue 然後自己開始唱起來的 沒錯 一定要唱 今天它是一個黑鳳凰的狀況 浴火重生啦 那也祝福了 綜藝大人們 真能夠成為今晚的得獎大人們啦 謝謝 謝謝兩位 裡面請 謝謝